7月29号,成都大运会第一枚金牌诞生,也拉开了武术项目鼠山论剑的序幕。 这项代表当今世界大学生最高武术水平的比赛,囊括男拳、太极拳等武术套路以及武术散打,将于7月29号到8月3号决出20枚金牌。 首个比赛日,武林高手纷纷亮出绝招,角逐当日6枚金牌。 7月29号上午,中国运动员曹茂元以9.770分的高分拿下成都大运会首金,和他同场竞技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刘子龙也以9.570分摘赢,为中国香港代表团拿下本届大运会第一枚奖牌。 赛后,刘子龙表示,这次比赛有很多老朋友,他们是真正的以武会友。 因为我们已经从小已经开始比赛,然后已经大家都同一个差不多的年纪,所以就希望大家比赛加油吧。 成都大运会武术项目吸引了来自31个代表团的139名运动员参赛,其中不乏首次登上国际大赛的五周新人。 这次有六个人,有四个套路,两个三打,很多这些高手啊,我以前的比赛都见过,然后我们都是好朋友。 看了别人,然后我心里想的是,哇,别人也练得很好。 我喜欢这一段时间,我希望学习更多的是武术,什么意思,文化之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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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文化之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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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 学到要怎么去振作自己 在武术项目正式开赛前 来自全球各地的技术官员们 曾以武术传统抱拳礼相迎 而抱拳礼也贯穿了每一位运动员比赛十语中 在成都大运会 武术套路项目国家队教练于波看来 抱拳礼是成都大运会欢迎五州少侠 鼠山论剑的生动写照 就像我们的抱拳礼一样 左手为掌 五胡四海接兄弟 右手为拳 以拳会友 承让承让 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喜欢武术的朋友们 到成都来和我们共同地去享受这次比赛盛宴 享受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文化 了解今年的风范